所以非常的关键 那其中四名成员中有 这也是非常关键的 另外呢我们通过右上角 其中的某些菜 就是来自于这个仓内 因为据我们聊仓内 那现在呢 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工作 我们马上跟他们进行一个尝试通话 指令长您好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指令长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能听到 那你们现在是在进行一个 什么样的工作呢 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 情绪状态评价 情绪状态评价 那从进仓到现在 你觉得你们的一个情绪 和大家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从刚开始的激动 到现在一个平静状态 已经是比较平静了 刚刚我们也看到 你们是享用了一个 第一顿午餐在仓内生活的 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吃了哪些食物吗 哪些是来自于仓内 今天我们吃的食物主要是 从仓里采加的蔬菜 包括县菜 紫围天葵 油麦菜 另外我们还吃了 我们专门制作的航天食品 主食是我们亲自做的米饭 好像还挺丰盛的 那这个口味感觉 跟外面有什么不一样吗 没什么不一样 挺好的 刚刚我们还看到 我们的片子也介绍了 有3D打印机 食品的打印机 你们会用这个食品打印机 今后会制作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吗 我们会做那个 节日的时候会做 像月饼啊 加心面条啊 还有一些 就有那个 比较有意义的图形 今天四名志愿者 在上午进行了一个 医保的身体的最后的监测之后呢 进行了一个 庄重而简短的静仓仪式 那应该说 现场围观了很多的 国内外的媒体 而且呢 很多领导来送行 还包括他们的家人 也在这非常的关注 那其实静仓的过程呢 是两两静仓 因为要通过两道的风铃门 所以啊 只能是一次静仓 然后开启了他们 为期180天的 这样一个异地的生活 那四人在这个仓体内 究竟要做一些什么 什么样的生活呢 其实啊 在占地达到370平的 这样一个面积之内 八个仓段呀 他们的生活是井然有序的 而且整个的试验任务呢 并不是说 四个人180天之后 出来试验就成功了 最关键的是科学家 要通过他们的生活 研究人员和这个仓内的植物 微生物 他们共生的一个关系 究竟